老爷子今年87岁 长得像山一样那么坚壮 老太太今年86岁 说几话仍带着一点诚信 她们俩都说我聪明好学 长得像老爷子那么坚实 她们俩都说我聪明好学 欢迎来到中美大事随身听节目 这个节目是由58同城圣迪亚哥制作播出的 我们口号是让您的耳朵忙碌起来 您可以在开车做饭这些眼睛最为忙碌的时候 把耳朵也利用起来 一起来关心中美之间发生的超级大事 好今天我们要谈一个关于中国人素质的问题 这种问题应该是很多朋友最为津津乐道的问题 那么我们先从一则新闻开始 这个新闻的标题叫做这段老外骂中国高铁乘客的视频火了 网友说说的对 什么内容呢 是一位英国知名的主持人 Jeremy Clarkson 用手机拍下了一位在高铁上 在中国的高铁上大声打电话的乘客 那么自己呢 也对着镜头压着嗓子 喊了四句shut up 就闭嘴的意思 然后把这一则视频发上了他的社交账号 在短短几天内就获得了几百万的观看和上万条的评论 这则视频是什么呢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好的视频看完了 值得注意的是 这位Jeremy先生呢 他在他的Instagram上面 不但把这个视频发出来 还配了一句话 说这已经持续了几个小时了 而视频中呢 他后座的男人 一直拿着手机大声的通话 这Jeremy皱的眉头对着镜头 几乎无声的在喊shut up 那这位Jeremy是谁呢 他曾经是BBC著名的汽车节目 Top Gear 就是英国疯狂汽车秀的主持人之一 他一向以大嘴著称 而且因为在节目中使用涉及种族歧视语言 而被BBC严重警告 最终呢 因为在2015年和制片人发生肢体冲突 被BBC解雇 而且呢 他对中国和华人呢 将来没有那么友好 他曾经在太阳报谈到 伦敦奥运会花样游泳门票时称 花样游泳只是一些在水中 头巢下戴着帽子的中国女人 你可以在默克姆海湾免费看到这些 这个言论呢 是影射了2004年中国的非法劳工 在英国一个海滩遇难一事 而且当时呢 引发了英国当地人 以及中美驻英使馆的强烈不满 那么他的这个视频呢 在网上也引起了不同方面的一些反响 那么一些人呢 也表示非常讨厌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的行为 这种是数字低劣的表现 那么也有人呢 说高铁上没有禁止打电话吧 打多久 电话是个人自由 在视频上来说 也没有看出来声音有很高 老外你有这空 不如提醒他一下吧 那一位在农村长大的朋友说 他确实在中国很常见 那尤其是农村的中年人都经常这样 他自己觉得呢 就非常烦人 令人讨厌 当然了 还有人呢 从另一个方面讲说 你总是那么粗鲁刻薄 妥妥的侵权行为 为什么这样说呢 是因为 Jeremy呢 他拍这个视频的时候 并没有给当事人的脸部打码 也有人说 如果有人说话太大声 你就应该首先礼貌地告诉他小声一点 而且 一位曾经到访过中国的伦敦读者 在每日邮报的报道下评论说 不幸的是 中国人和印度人常常这么做 我猜想呢 是因为他们人口庞大 在个人空间 噪音和隐私等方面 与西方人概念不同 中国和印度都是非常迷人的国家 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 但是呢 我们到那里的时候 需要适应和习惯一些事情 那我作为一名华人 也作为一位媒体工作者 当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那我首先认为呢 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呢 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算是传统吧 或者说是陋习 之前存在了很久 这个习惯呢 和当时历史文化 其实是分不开的 在现代社会 当然是需要改善 这个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但这些改变呢 其实都需要时间 因为这些改变 是和我们的生活方式 社会运转方式 跟我们的文化呢 是有关的 所以不可能变化那么快 那有些大声喧哗情况 在中国人的理解里 就是爽老 就是亲切 就是热情 就是不拘小节 但在西方人眼中呢 就是打扰 但是作为一个西方人 你来到中国 首先需要理解和尊重 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 哪怕是陋习 也不应该是你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的 陋习与否是由中国人定义的 不应该是由西方人定义 比如说如果你去京剧园子看戏的时候 满园子的观众都在大声喊好 对你看戏也是一种很烦人的事情 你是不是敢说Shut up 那么如果你在沙特阿拉伯 你敢指着妇女的面纱说 你敢摘下来吗 那如果你在原始部落 你会指着光屁服说 你快穿上裤子吧 别让我家孩子看到 如果你在印度你会要求人们不要牵着牛上街 说牛对我的安全有威胁吗 那如果你在墨西哥 你会当众宰杀一条狗说我想吃吗 大声喧哗确实不好 但这确实与历史和文化有关 而且我们正在改正中 作为西方人 请你把这当作中国的一个客观现象去对待 而不是拿西方的标准去要求中国完全和西方一样 同时我当然也承认 中国人到国外 不管大声喧哗也好 超市里买个水果 玩命的挑啊挑的也好 都不是对当地文化尊重 所以我也会批评这种做法 正如同我现在批评这位Jeremy一样 所以最后我再次强调一下 我不认为公众场合大声喧哗是对的 但是我认为这是历史文化遗留的产物 在那个历史时期 大声说话这个行为本身有它生存的土壤 我们全体民众的改变需要时间 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人 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只不过与文化相关的事情 轮不到外国人 来说三到四 除了题外话 这位Jeremy先生的原话是 他已经听了好几个小时讲电话的声音了 而他的反应只是举了个手机拍下来 轻声地说了一句shut up 那我想这与某一年咱们春晚开心麻花的那个小品一样 那个人看到一个老太太摔倒在地 无人理睬 做出的反应是拿出自己手中的手机拍了一张照片 发到了微博 表示了一下对这种行为的愤慨 然后就走开了 难道这个小品讽刺人不正就是这位Jeremy先生呢 社会功德需要你和我一起去维护才能让类似的行为消失更快一些 我自己呢就曾经好几次在室内观看演出的时候 制止过前面几排的某一些观众 因为当时他们站起来拍照挡住了别人的视线 但很可惜的是 这几次在我起身之前都没有任何其他的华人同胞出面制止 所以呢就还是希望大家都参与到 以实际行动提升我们华人素质的行为中来 那跟素质相关的今天我们还是看到一则新闻 是由侨报网发出来的 标题呢是在美华人一杯咖啡蹭凉一天 有的欢迎有的碾人 这则新闻讲的什么呢 讲的就是在最近洛杉矶气温非常高 持续的高温让一些洛杉矶的华人学会了应对方法 那就是点上一杯咖啡或者可乐 在星巴克或者麦当劳蹭凉一天 既节省了家里空调电费 又能从电力公司节点计划中获得低费率折扣 还可以在餐厅里和华人常客用中文谈天说地 排解异国他乡语言文化不同 所造成的孤独和寂寞 在这些人里面呢 有些买一杯可乐打发时间 有些呢连一杯可乐钱也舍不得花 就从家里自己带来保温杯 来个彻底的免费 蹭凉蹭网 那么对于这种现象呢 我们同胞也有不同的观点 有的呢确实认为这样确实非常不对 那有些呢是觉得这个商家既然提供这样服务 就应该允许这样现象的存在 那还有一些呢 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呢 就是建议这些人呢 去图馆或者其他政府建议大家去的地方 环境又好又可以去聊天 我们自己的每一个行为都要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思考一下问题 不要把别人给我们的一些宽松的政策 当成一个无底洞一样的去填充 否则的话当商家无法长寿消费者滥用这些政策的行为的时候 那么这样优惠政策也就不复存在了 当然这样的事情并非只发生在华人这个族群之中 包括这种蹭网蹭空调的行为 也可以看到其他族裔的身影 但这并不是对我们的不好的行为的一个开脱 所以还是呼吁大家 第一从我自身做起 我们要尽量为他人着想 第二呢 当您看到一些不文明的行为的时候 您要主动站起来去制止 第三呢 为一些不好的行为的出发点 那些原因呢提供一些解决办法 比如我们的火车上呢 就提供了专门的吸烟区 最后还是那句话 我们社会环境的提升 靠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靠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实践 而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今天节目最后 为大家推荐的一首老歌 是来自于腾格尔和苍狼乐队的老爷子老太太 您可能还从来没有想到过 原来腾格尔还组建过乐队 而且这个乐队的乐手呢 都是来自于草原 所以让我们来听听当年他们给我们带来这首老爷子老太太 老爷子青年八十七岁 长得像山一样那么坚壮 老太太青年八十六岁 说起话仍带着一年成功 他们俩都说我聪明好学 长得像老爷子那么坚壮 他们俩都说我聪明好学 长得像老爷子那么坚壮 这种本籽象 给他们归 cra 强调 世仍带着一回 放下 保别 老爷子老太太这么夸 过去黑药楼到 NH3 21 老爷子说我头发太长 说什么资本出一点油花 老太太只是我的大胡子 说什么年轻人没出现 老太太只是我的大胡子 说什么年轻人没出现 我想回答却不敢说 怕说做生了老嘎 他们是可爱的老婆 说的是做的情 只是有点看我们 只是年轻人没出现 老爷子问我唱的什么 我说我唱的是一种感觉 老太太说这是什么感觉 听着大声调去不敢不敢 老爷子问我赚了多少 老爷子问我赚了多少 我说我又两千云不亡 老太太怕我忘了过去 其实我还需要一二三 老爷子恳致我恳不明白 老太太告诉我别种疑惫 老爷子恳致我恳不明白 老太太告诉我别种疑惫 我想回答却不敢说 怕说错上了老感情 他们是可爱的老王 说的事做的事 就算有点看不快 今次见的天赶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